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想最近這幾天呢 大家都非常的陶醉在奧運的各項比賽當中 那台灣呢 我覺得也在這一次當中看到了舉國上下難得的一次藍綠啊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立場的團結 那看到我們的體育選手呢 能夠拿下金牌 那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開心啊 應該是共看奧運因垂淚 一夜相心五處同 那我覺得台灣的選手呢格外不容易 因為台灣的體育發展啊 其實政府的琢磨真的很有限 這些球員呢 多半都是自掏腰包或者是民間團體啊 有一些這個國銀行庫啦 或者是一些民營行庫呢 在背後做支持 那這些體育選手真的是一將功成萬古窟吧 這個萬古指的是他們有非常非常的多的人在後面幫他們 然後非常非常多的人的犧牲奉獻才會造就了台灣的這個奧運建兒 不過看了還是很開心了啊 我是希望 呃 其實我看了那個獎牌術心裡面還蠻有感觸的啊 第一個就是中國在這方面現在確實是成為了一個體育大國 一掃這個東亞病夫的以前的這個封號 好那另外呢台灣倒是 我如果用論人口來講 我覺得遠遠不及日本跟韓國 我們的人口呢 是人家的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可是我們的總獎牌數卻差得很遠啊 同樣是亞洲 所以這個可能跟我們的整個體育政策 跟國家資源的挹注 還有這個政府對於體育的關心有很大的關係 好那今天呢我們要來繼續的來談論文門 昨天非常開心的是 所度過了十週年的主持爭論節目啊 這個卻故所來盡 這個一看過去所走過的路 心裡其實是滿滿的感謝跟感動 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快啊 一下子就是過了一個decade 那這一個decade當中呢 十年嘛 這個十年主持節目真的經歷了非常非常多的 人世間的這個起起伏伏 看盡了人情冷暖 也體會到了非常多的世間起伏 可是這一切都非常的值得 再一次謝謝宇宙真音學員的同學們 昨天很多人的留言超級多 昨天有來自各方的留言 我加了一家大概有兩三千封的 這個各種各樣的留言 那非常的謝謝 好今天呢我們要再來細數 昨天講到就是開始進入了 政經關不了的這個節目 那政經關不了的節目呢 我如同這個節目的名字 我跟大家許下的承諾 這個節目當然就是關不了 那關不了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這五年來這個節目沒有停過 五年 這個五年喔 就從 2019年的 五月一號開始 五年到現在五年三個月 沒有 停過 好 好 我們今天呢 從 我開始主持政經關不了 開始往後看 那當然我們其實在政經看民視的時候 曹長青 曹老師就曾經在 連線當中 因為他那個時候人在美國 在我們的連線當中 就曾經提到蔡英文的論文問題 只是那個時候呢 我們一開始拿到的資訊沒有完全 百分之百的準確 但是曹長青老師那時候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質疑是 蔡英文的論文找不到 確實在那個時候應該是在 呃 四年前就是民國108年 2019年的 應該是在呃 三四月份的那個時間裡 他就已經提到了這個問題 那這個論文找不到呢 後來曹長青老師就提出來說 也有人指出說這個蔡英文的論文是 和諧的 他這部分也講對了 可是他說呢 有人提出來說是 吳釗燮替他這個 呃代謝的 到目前為止沒有辦法證實啊 因為 坦白講 如果說是吳釗燮代謝的 那真的是侮辱了吳釗燮 因為 一個政大國關中心的研究員 一個教授 怎麼可能寫出像蔡英文那種論文呢 不過後來確實 在這個呃 就是網站上會看到 蔡英文的論文呢 既然有兩個作者 另外一個就是 他那個已故的 我的老師死的那個 Michael Elliott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笑話嘛 當然事實上證明什麼 這根本沒有論文 就是 東拼西湊之後 這些在網路上的資訊 全都是假的 好 那麼 接下來呢 就到了 2019年的 5月4號 這是林環牆教授 開了一個 整個論文門的 第一槍 不過在這個開論文門的第一槍 其實在 早在2015年也是選舉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伏筆 只是那個時候包括我在內 都沒有當一回事 我們都清放了這個線索 這是2015年的6月19號 一個MIT 麻省理工學院的 一位博士生或者是教授 他的身份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他在星島日報 這是加拿大的星島日報投書 他的標題是 蔡英文博士論文無處尋 這個奇人真是蠻特別的 蔡英文博士論文無處尋 他在這篇文章當中說 用盡各種方法 在目前已經公開的 所有的論文的資料庫 跟法律學術期刊上面 都找不到蔡英文的論文 所以這是在2015年的6月19號 就有人開了第一槍 引了這一個題目 但是後面沒有人繼續追 我當時也曾經在伊甸市 聽過一個綠營的名嘴 跟我說了這件事情 他說海外都在傳說 蔡英文的論文博士論文是假的 是學位是假的 當時我第一個反應 怎麼可能啊 對不對 倫敦政經學院的這個博士學位 怎麼可能說這麼容易就糊弄 所以在一個想當然而 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 我放掉了這個線索 4年後這件事情又再次浮現 4年後呢 是由林環牆教授 這是在2019年的5月4號 林環牆教授曾經擔任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會長 同樣是北美的台灣人教授協會 你看這個名字就知道啊 這個名字就是台灣海外的台派或者獨派團體 那麽 那麽 這裡面呢 有像 林環牆教授這樣 就是 雖然自己有政治立場 但是堅守是非正義 也有像李宗志或者現任的會長葉遙元這樣子的人 所以 這個將來都會攤在陽光下接受歷史的檢驗嘛 跑都跑不掉啊 好這個2019年就民國108年的5月4號 林環牆教授呢 他展開了他的第一封信 去向倫敦政經學院 用email開始進出一連串的詢問 這個是整個論文門破案的最大關鍵 這些開始的動作是108年的5月4號 因為林環牆教授的這一連串的詢問呢 也改變了我人生的命運 也light of my life 讓我的生命呢充滿了各種各樣多彩多姿的奇幻漂流 好這個5月4號去詢問的結果呢 就有了一連串的回應 那麼這一連串的回應呢 林環牆教授曾經把這些相關的東西寄給了賀德芬教授跟我 但是因為我的電子郵件太多信了 我到目前為止我的電子郵線累計的未讀的信 有8萬多封將近9萬封 你沒覺得我在開玩笑 其實不是我的電子郵件的這個郵件信箱是 大概20年前就有了吧 2030年前就有了 不止哦 對差不多差不多大概20年前 那很多群組的信就會越來越多 再加上一些垃圾郵件 所以我到後來啊 當我的這個未讀郵件超過3000封還是4000封的時候 我就開始 只挑我認識的 讀 不是像以前就是說 會電子郵件全部看啊 那不看不是認識的或者是這個垃圾郵件在刪掉 我後來乾脆不刪了 我就挑那個認識的人的才回 才點開來看 就因為這樣子圓坑一面錯過林環牆教授的這個電子郵件 還好賀德芬老師有把這個系讀完 所以那個時候 呃林環牆教授有寄信給我 但我我沒有看 賀德芬老師看了 賀德芬老師看了之後呢 他就在兩個多禮拜後就是 2019年的5月20號 就是蔡英文的這個就職的當天 給他當頭棒喝 賀老師開了一個記者會 這個記者會呢 叫做這個 就是他就就開了一個 跟另外一位台大的教授 聯合合開了這個記者會 他說蔡英文的論文在全世界的圖書館都找不到 因此點燃了台灣社會的論文門的質疑 這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 這應該也算是 整個蔡英文論文門的第一場 也是關鍵性的一場記者會 來讓我們來回味一下這場記者會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拜拜啊 或者是拿我的穿過的衣服啊 還要喝一些拂水 其實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回來之後 其實我晚上啊 反而更容易做噩夢 然後也會看到一些 這些妖魔鬼怪 他們就是好像一直要來找我 來自台東的水泥桃芒果 宇宙政經學員鐵粉的推薦 政經小編的親自試吃掛保證 一開箱就是撲筆的香氣 田中帶衰富爾城市的口感 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箱十二入美里果實比拳頭還大 只要一千兩百九十九元 輸入折扣碼還有幽灰窝 歡迎到1450購網強購 來自美國華盛頓州的黑櫻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風味和鮮豔欲滴的色澤 成為水果愛好者心目中的絕佳選擇 生長在美國華盛頓州這片肥沃的土地上 這裡得天度厚的氣候條件 充沛的陽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為櫻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長環境 每一顆華盛頓櫻桃都在精心的呵護下茁壯成長 保證了其卓越的品質 櫻桃富含維生素C 鮮維和抗氧化劑對健康大有助益 現在輸入折扣碼正文燦背關 就能折底100元哦 既然不見了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by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But at the apricolor sky Whoa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nstrumental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 2019年的5月20號 5月20號就是 蔡英文就職总统满三周年的时候 台大名誉教授贺德芬 也是蔡英文的台大法律系的老师 送给了她的学生一份贺礼 就是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当中 把蔡英文的论文找不到这件事情 给揭露了出来 也因为这场记者会 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那我为什么要管闲事呢 坦白讲我没什么理由要管闲事 有人说是因为蔡英文 把我的民事节目关掉了 所以我侠怨暴富 这就是我们的台北地球检察官 黄伟的程度 因为黄伟大概是一个心胸很狭窄的人 所以她对凡事都会拿来公器私用 所以她就认为别人也会公器私用 所以她竟然用这种猜测读心的方法 她如果真的这么认为也应该抓我去测谎一下吧 没有没有 她完全是隔空打牛的方式认定了我的犯罪动机 她就说我就是因为侠怨暴富 不过当然了 我连犯罪都称不上 我常说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欠我一个什么 大受警星勋章啊 对不对 这样的事情 我为台湾社会除弊 揭露了这么大的一个跨国的诈骗集团 不管是警政署 内政部 国安局或者总统府 都应该帮我勋章才对啊 好 那在这整个记者会当中 很明白的这个贺德芬老师点出了蔡英文的论文 骗寻不惑 这件事情呢 非常非常的具有震撼性 那我今天这么大胆的可以来跟各位来肯定的说呢 蔡总统她完全没有博士论文 也不能说没有博士论文 她有 可是这个博士论文没有经过正式的 我们学书上有了博士考试 而正式由学校授予她证书 这个是经过查证的 这个查证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她的证书 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老百姓只要对她某些言行举止人品 有一点合理的怀疑 我们都有权利提出质疑 一个正当的政治人物 她应该立刻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2015年她参选总统时候 2016年 国民党就提出质疑的时候 也并没有很正面的把她的论文 证书呈现给国人看 如果那个时候已经这样做了 就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要劳师动众 要大家这么猜疑 彼此在那里 这个入骂 彼此仇恨 骚扰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 我想这不是一个国家元首该做的事情 他应该坦荡荡的站出来 把大家质疑的事情说清楚 郑书问他说掉了丢了 所以后来他拿出了一个 这个是谁帮他第一个拿出来的 是北美洲教授云协会的前会长 李中志教授 他在他的脸书上 颇出了这么一个 很简陋的 用塑胶带这样装着的论文 而后来我们查证 这个论文上面的签字 是2012年的副校长的签字 不是1984年才用毕业时候的副校长的签字 我们去问了 这个论文制作中心的主任 说如果博士学位 博士证书遗失了 他要经过法定程序 有一定的严格的理由 他可以补发 补发的时候要跟原本一模一样 就是原来的日期就是原来的签名 而这个不是的 当然最后 LSE有人回答了 比如说 这个台湾研究计划的 施发龙主任 或者是他的公关 所有后来去回答 要掩饰这些不可思议的 神奇的事情的 都是LSE的公关人员 不是学术单位 不是学术单位 都是公关人员 这个他从来没有透露 指导教授是谁 他在这里面说了 那个先生呢 他其实只是一个学士 是一个写杂文的记者 LSE可以让一个学士去作为一个博士学位的指导教授吗 LSE会冒这样的风险吗 而事实上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 是因为大家在追问之下 他的名字出现了 而这个人在两年前过世 你找不到他了 这也是在一般我们最起码 即使是最四流五流的学校的博士学位 也不可能发生的事 有一个学士来指导博士 而且最重要的 我想陈教授等一下都可以帮我证实 所有的博士学位 他在第一页一定有所有参与 评审这本论文的教授的签名 这个一定要附在一个论文的上面 台大都是绝对要做到这一点的 从来没有看到其他的教授的签名在上面 可是大家记得吗 蔡总统的智传说他的论文多么优秀到 教授为了要不要给他论文 开了两个小时的会 最后决定要给他两个 两个不太好意思给他一个办学位 这也是在学术界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学位可以给一个办的 我们蔡总统他居然可以说得出口 他的论文 他说没有了 论文我们已经怎么查对 还要告诉各位一个很想不到的 这个林教授到LSE的时候 把他安排在管理员的门口 门前去翻阅这个论文 不准他坐得远一点 要一直看着他 不准copy 不准照相 不准影印 什么都不可以 所以他只能一页一页的翻 我是做著作权的 著作权的这个基本就是要传散 让你的著作能够让大家多学习 多引用 做合理的引用 才能够推广我们文理 真经学院既然可以说 这个论文不准抄 不准copy 不准引用 基本上这条图书馆的规则 是完全违背著作权法 英国是著作权法的老祖宗 会定出这样的条文 大家相信这是LSE图书馆 做出的规定吗 太不合乎法理了 也曾经问过我说 他很愿意为我祷告 但我都不太愿意 我觉得我好像都还好 我都说那就是为国家祷告 国太平安 大家都平安就好 来自台东的水蜜桃芒果 宇宙政经学院铁粉的推荐 政经小编的亲自试吃挂保证 一一开箱就是扑鼻的香气 田中带山腹的城市的口感 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箱十二入每一里 果实比拳头还大 需要一千两百九十九元 输入折扣马还有油灰窝 欢迎到1450购物网查购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 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心目中的 绝佳选择 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 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得天度厚的气候条件 充沛的阳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为樱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 都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樱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注意 现在输入折扣马 郑文灿背关 就能折抵100元哦 为您介绍 卢卡洗护发组 来自台湾的顶级沙龙品牌 可以有效解决油头 塌扁发 头皮屑 头发打结等绣发问题 经过正经小编们亲自试用 两三天不洗头 不油也不塌 试用影片请见1450官网 任选两款洗发精 加一款护发乳 只要1390元 今天使用折扣马 恢复盈利 就能再折底100元 优惠有限 请尽速抢购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大概花了十几天的时间 我开始上网去找 透过各种各样的国际之间的图书资讯 论文资讯 找完之后 我还托我在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的学弟 在美国图书资料库帮我找 我说有没有可能是网路上的东西找不到 你可不可以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帮我找 因为学校之间的图书馆比较有连通 也可能说他收藏了但是没有上网 但是在学校之间是可以查得到的 我回来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就是没有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我不会倒听途说 我会想一想 我会用我的研究方法 做一阵子的观察跟搜集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好像还有叫我在英国的朋友 到英国的图书馆的体系当中也查了一遍 答案还是一样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就在2019年 就是民国108年的6月10号 也就是赫德芬老师召开记者会后的三个礼拜 在我的脸书上发了一个文 这个文的大意是说 我不确定蔡英文的学位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确定找不到她的论文 而且我在往下推断 我说一本论文 不可能在全世界都没有出版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时候 蔡英文的论文还没有偷渡到 英国的妇女图书馆 没有办法找到她的全文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也说过 我说各位要找我的论文 非常简单 还可以买得到 买得到缩印本 比较小的一本 买金装的也有 买瓶装的也有 我记得我们当时拿到不是学位之后 我们立刻去把我们的论文 拿去Kinko's 我们那时候在Wisconsin的时候 就是学校把论文的装订 全部委托同一家公司 我们到那个地方去 就会要她帮我们做个 我记得我做了五本的样子 还是 对 然后还买了缩印本 大概又买了个十本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而且这是一个传家宝 对不对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搞丢呢 但因为很重 我忘了我是五本还是十本 反正就这样开开心心的 用一个大皮箱把它拖回家 而且还放了一两本 在我的这个随身行李 怕万一皮箱弄丢了 我们是这么谨慎的 在对待自己的论文啊 然后这个爸爸先给一份 爸爸妈妈先 双手恭敬的奉上一份 然后台大学学校升等的时候 这个聘任的时候 我们都给过这个论文 那蔡英文呢 完全没有 这对我来讲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里面一定有鬼 因为学术界没有第二个人的论文 是在这个论文的市场上买不到的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叫做UMI吧 一个公司是专门在出版 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语言的 什么日文的西班牙文的 这我不知道 因为英文的论文 UMI一定买得到 那这是为什么买得到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每一个学校 跟UMI之间有一个交换体系 他们可能有一个签约绑定在那里 就是说今天的我们的论文 这个著作权的版权事实上是属于我 也属于University Wisconsin Madison 所以这是一个版权共享 这也是一个知识界流通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所以蔡英文的论文的版权不是只有她的 不是说她不高兴给就不高兴给 这个蔡英文假设她有论文的话 她的论文一定是属于她的 也是属于伦敦政经学院的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我在2019年的10月20号 到过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各个图书馆 那时候我跟林怀强教授在伦敦政经学院碰头 那我们两个一起共同的开过记者会 然后我们也在那边做了一些的访谈之后 我就独自的在又到了各个图书馆那边 因为我要做节目嘛 所以我又到各个图书馆面前去做了很多的拍摄 那么我很确信一件事情就是 蔡英文的论文是真的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现 那个时候我们在节目中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说会不是因为她是这个 呃研究了一些机密 那开什么玩笑1984年 蔡英文几岁27岁她还能研究什么机密 那哦因为她当时牵涉到谈判呢 可能有一些筹码 对不起她27岁谈什么东西啊 27岁她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所以这本论文呢肯定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当时我非常肯定啊 我不知道说蔡英文有没有想去买一个学位 但是我非常肯定的是她没有论文 所以我就我在脸书上面呢我就直接说 这是我在学术界二十年来碰过最奇怪的事 我讲了这句话之后呢引发了这一个一些犯罪集团成员一一出来这个表态 就是第二天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的会长李忠志 他一定会被我告啊 那么因为呢他人在美国啊 所以呢我会先就近告他 不过不急啊 这牌要慢慢出 有很多1450817抢我们说 你看五年了你什么东西都这个 都说你们这个东西都是罪证确凿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在法院上颁不倒他 你们都不会在美国告啊 这不会在英国告啊 今天如果我们没有透过Michael Richardson 林桓强教授 徐永泰博士 还有杨成亮教授等等人在海外用逐步包围的方式 还有另外还有一两个不知名的人 至少有两个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但是他们都是热心的一些维护公平正义的 我想是学界的人吧 如果没有这种逐步包围的方式 你到了法院啊 不要以为只有法院是民进党开的 英国的法院啊 极有可能也是这些权贵开的 那你会得到的结果 就像我们在行政法院中 也会碰到一审的法官 直接说我们vexatious 就是无理取闹 直接就把我们给驳回 什么都不说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也这么有耐性 这么有策略的去包围 今天绝对拿不到关键的证据 所以我要再次 谢谢在海外的这些朋友们 啊 那么因为我们 一步一步的步步逼近 而不是报复平和说 好我一下就去告他行事 一告他行事 万一哈 就碰到这些恶观 跟台湾有恶观 英国也有啊 到头来跟你说 你们无理取闹 你们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直接把这个案子给签结给封杀了 那我们还可能一事不二理 那么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个耳光吗 所以到目前为止 如果我回顾过去五年 我们的诉讼策略 也许有些东西不是设计好的 就是大家可能分进合集 甚至彼此之间有些诉讼行动 还没有完全没有联系 但是我想上帝的手 始终在这当中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 没有完全经过精密设计的情况之下 于今天想起来 我觉得这个布局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非常巧妙的 让蔡英文无所遁形 好 那么这个李中志呢 就贴出了蔡英文在2015年补发的 伦敦政经学院的证书的照片 首先我们要问啊 李中志 你怎么会有蔡英文的2015年的毕业证书呢 因为蔡英文自己本人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毕业证书找不到 他才去申请补发不是吗 所以呢 他的毕业证书 有三张 理论上只有最后一张 是找得到的 中间前面两张都找不到嘛 对不对 这是逻辑嘛 如果第一张跟第二张都找得到 第一张如果找得到 那就不会有第二张 第二张如果找得到 就不会有第三张 所以当你已经出现第三张的时候 证明第一张跟第二张不存在 那请问你 第一张跟第二张不存在 那李中志怎么会有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李中志是蔡英文的闺蜜 蔡英文找不到的东西要请她找 还是李中志是蔡英文的帐房 还是李中志是蔡英文他们家的管家兼 这个图书管理员 到目前为止 李中志完全回避不回应 你装孬没有关系 你装孬我们会让你真孬 好再来 2019年的这个6月11号 就是当天李中志把他的这个蔡英文的2015年的毕业证书 给亮相亮了出来 事实证明什么 这张2015年的毕业证书是假的 因为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内部的电子邮件当中 已经证实了 蔡英文的这一张毕业证书 is clearly a fake 如果有恶观三重书的人在封面就可以看到 这是假的 所以李中志应该负担什么样的民行事责任 到头来呢 就咱们在法庭上叫力了 好 当天呢 我做节目的人 我当天就觉得 哎 好了有回应了 所以我就把贺德芬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 在政经关不了当中呢 就交手了 那政经关不了的这一集啊 贺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又再一次的 直接了当的点出蔡英文 她的论文不存在 那因为论文不存在 根据当时的规定 她就不可能拥有博士学位 所以当天我们斩钉截铁的 认证了这个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把时光这个隧道再回到 把这个时间播到2019年就是民国108年的6月11号 政经关不了的节目当中也是我们节目开播后 一个月有10天 贺德芬老师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直接指成蔡英文的学位造假 我们后来就有人去要看她的 因为在2006年05年有人提到就是带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太爱蔡英文了 太爱小英了 跟柯文这些像很像 我们都包容 都不愿意去深谈 那她就去查 她是最近的信 这个信绝对不是说是旧案 是2019年6月6号 是最新得到的 那就由美国的学者写信到 LSE的图书馆 有名有姓 这个姓名我当然暂时都不需要去揭露 都是有名有姓的这个人 是说去请她告诉我们这个论文 结果回信说 这个论文 missing 不在了 或者never received 她从来没有收到过 蔡英文这个博士的论文的版本 包括她自己本身的大学图书馆 包括高等法律研究院的那样的图书馆 或者她本身是自己的分支机构的 没有任何图书馆 有她的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我们对上 就是非常的蹊跷 当时你也给我一个表 就是说她的论文 1984年题目我们都很清楚 可是她上面说她自己设限 不准公开 那这个情形其实是很稀少的 因为一般得到这个学位的话 高兴都来不及 希望大家分享她的成绩 而且希望大家 site我的东西 让我被转述我的发现 对 你site的越多 你的成绩越高 对 巴不得 巴不得逢人就说 你看看我的论文 写得再差也巴不得别人看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很诡异了 为什么论文 从来没有接受过 所以当时我都不敢去想 这个学位是假的 那我到现在也没有这样想 我也没想 我也觉得是真的 学位是真的 可是论文呢 到底为什么她要去封锁这个论文 这是我比较好奇 一般人说我涉及到国家机密 或个人隐私 那有的学校 他会允许你有两年的封闭期 有的两年有的三年 两年 那现在1980到现在已经35年了 对 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密 没有解密之外 他完全连版本都找不到了 台湾也找不到 那有人说在政大的这个社会人文中心 也只有奇目 只有年代 只有姓名 而没有他的指导老师的姓名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有的内容都查不到 那本来的职业就是说 可能就是程序上有点瑕疵吧 他可能急着要回国 所以也来不及把这个论文交给图书馆 不可能 图书馆会追你追一辈子 他已经回来 终有一天等到你 别开玩笑了 他就不在乎 还有老师啊 我们升等的时候还要再交一次 要升等还要审查 而且很奇怪 大学论文还要再交一次 就是博士论文还要再交一次 他回来是用那个论文 来申请政大或者是东吴的教职 一定要有学位证书 一定要论文 一定要经过甚至论文都还在送审过 那这些如果他都没有文本的话 他到底是怎么得到那个教授证书的 这个当然我们都是很怀疑 可是老师你知道英粉有一句话说 你难道还怀疑这个伦敦政经学院的学位吗 你还能怀疑那个政大升等 那政大的这些老师都是笨蛋吗 我告诉你台大老师就曾经是笨蛋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我就是 我还在台大的前后几年 台大社科院有一个人生政教授 他的升等论文是简贴出来的 早年的时候是很 不是说论文拼贴 是说他把那个别人的论文 用很精致的美工 弄上自己的名字 印出版本给大家 升等咯 而且还在学校里面担任行政职咯 很多 最后发现有人去Google一下 发现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你啊 待会再慢慢看 这故事太多了 以后哪天可以专门来谈 他也骗过了全台大的人啊 有有有 我们法律系以前 后来到政大去了 他就用学生的报告 学期报告 变成他的升等论文 结果也通过了 这学生应该很荣幸吧 学生很荣幸 所以他回来又到我们系里面 他在申请教职说 你的著作 他说某某人 我已经升等了 他说那个老师的作品就是我的 而且他跟你讲说 老师你不要再审查 因为我已经升等了 我的著作已经升等了 他说某个老师的哪篇论文 哪篇是我写的 就是他的学期报告 非常浅薄的 也只要你还是同样升等 所以这个当然 我们不愿意往这个方面想 昨天曹长青先生 他提到一个异点 我才恍然大悟 我觉得我的推论是对的 学位应该有 应该存在 可是怎么取得这个学位 这个论文是怎么得到的 虽然他是用福尔摩斯的 那样的一个办案的手法 我觉得其实推敲起来 大有可能 因为这三十五年来 的确没有看到他 有其他任何的学术论文 好 你说他是已经做官了 在政治上 他不需要学论文 可是他在学校超过十年 十几年 而且中间从副教授升到教授 那一定要论文 而且没有论文 不可思议 而且蛮严格的 尤其是他那个年代 不是古早 古早的话可能 那个标准一直不一样 1984 对 他那个时候 相关论文期刊 那个指数 或者是点数的 那个系统 都已经出来了 已经建立系统了 而且曾经问过我说 他很愿意为我祷告了 但我都不太愿意 我觉得我好像都还好也 我都说那就是为国家祷告 国泰民安 大家都很平安就好 来自台东的水蜜桃芒果 宇宙政经学员铁粉的推荐 政经小编的亲自试吃挂保证 一一开箱就是扑鼻的香气 田中带山富尔城市的口感 令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一箱十二入每一里果实比拳头还大 只要1299元 输入折扣码还有油灰窝 欢迎到1450购物网抢购 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心目中的绝佳选择 生长在美国华盛顿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这里得天度厚的气候条件 充沛的阳光和清新的山泉水 为樱桃提供了完美的生长环境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都在精心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 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樱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助益 现在输入折扣码正文灿背观 就能折抵100元哦 为您介绍卢卡喜护发组 来自台湾的顶级沙龙品牌 可以有效解决油头 塌扁发 头皮屑 头发打结等绣发问题 经过正经小编们亲自试用 两三天不洗头不油也不塌 试用影片请见1450官网 任选两款洗发精加一款护发乳 只要1390元 今天使用折扣码恢复盈利 就能再折底100元 优惠有限 请尽速抢购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能不能够订阅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回头解释发现 没有 从头到尾 虽然当时呢 我也好林環强何德芬 徐永泰或者是杨诚亮 还有很多人 我们也许彼此之间 没有很完整的 很缜密的互相的互动 可能大家听到这消息后就去查 那么完全基于一个义愤 觉得实在看不下去 那在那个时候呢 我跟很多人没有见过面 我跟林环强教授是到了10月下旬 我们在伦敦就约了以后在那碰头 那徐永泰博士也好 杨成亮教授也好 在我们那个2019年民国108年 说我们根本素媚评生完全不认得 在人生的因缘机会上是两条平行线 但是为了一个公平正义的追求 把我们给连在一起 所以现在都变成了好朋友 好 2019年的6月28号 就是赫德芬老师揭露了蔡英文的论文 找不到 大概一个月后 蔡英文的论文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的电子索引 首度出现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电子目录 好 有人说有啊 蔡英文的论文就在那啊 对不起啊 2019年的6月28号 今天我们把这个时间年表清清楚楚的讲出来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啊 一个东西存在与否 不是作为法律的这个根据 而要看它存在与否的时间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这个相对论里面出现的第四度空间 就是有一个东西呢出现在现在跟出现在唐朝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就算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加入时间的维度以后 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 今天呢 蔡英文他所谓的电子书目的连结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这个连结呢 事实上是假的 为什么 因为一个1984年毕业的毕业生 他的电子连结的书目不可能2019年 也就是说毕业后 35年才被创造出来放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 所以光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认定 这个背后有人在替他作弊 那各位同学可能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电子书目的连结 啊 这样说好了 我们在网路上啊 一本这个书或者是一本论文 现在因为电子化以后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他会有电子档 当你把它做成电子档啊 有的是扫描的PDF档 有的是把它翻成文字档 那么有的是照片档啊 当你把这个档案呢送到了云端之后 他就会创造一个连结 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去阅读或者是下载 所以你看到的会是一个可以点的 一个link 叫做连结嘛 对不对 那这个连结呢点进去以后 他就会到资料库或者云端 去把你要的那一本论文 给他调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 有的是可以看不能下载 有的是可以看可以下载可以印啊 当然都不一样 结果妙就是妙在啊 蔡英文的这个unfair trade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不但迟到了35年 在2019年的6月28号才首次出现在 任何一个国家的图书体系当中 本来都找不到的 2019年6月28号首先出现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电子索引书目当中 但是但是打不开 就说他只有一个书目 也就是说他只有一个题目 他没有内容 为什么 因为内容还没有送进去 也就是说2019年的6月28号以前 全世界根本没有蔡英文的所谓论文的内容 更好笑的更绝的是 当时2019年民国108年的6月28号的这本所谓的论文 叫unfair trade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这本所谓的论文 author作者竟然有两位 好 我们小编把这个画面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东西都在云端都已经储存好几个地方了 跑都跑不掉 所以呢 这个将来 没有办法去去搅带 现在我要跟各位同学报告的是啊 现在在法庭啊 不管是台湾的法院 或者在英国的法院 或者我们即将要启动在美国的法院 没有人呢 敢在 这个 就是说 不像过去四年 像张永慧 像黄伟 像刘成武这类的恶法官 还敢很嚣张啊 现在没有一个法官呢 敢在这些证据上面再做任何的琢磨 或者辩解 包括了 连元龙 包括了万国法律事务所的陈一鸣 陈彭光 这几个律师 已经没有人敢在这些证据上面 再去做任何的辩护 都在顾左右而言他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他们也知道 这个东西根本就凹不过去 好 好 我刚刚讲可笑的是 这个 只有连结 没有内容的 所谓蔡英文的论文 竟然呢 出现了双作者 另外一位作者呢 叫做 Michael Elliott Michael J Elliott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 真正的身份是 蔡英文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他呢 进到他的硕士 的这个 叫Master of Philosophy and Phil 那个时候 他被指派的 硕士班的导师 那这个硕士班的导师呢 后来就辅导的他们那一届的学生 有进入博士班被接受的 就成为了他们的导师 导师跟指导教授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回事 指导教授是教论文的 是跟你指导你的论文的 指导你的学业的 导师是伺候你的吃喝拉撒睡的 就是说导师呢 是负责你到了这个学校以后 你作为一个新生 或作为一个外籍生 或作为一个博士生 你的注册你的生活 你的各方面有问题 选课啊 这些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的时候 你的导师呢 会有他的角色的扮演 可是进入你的学术领域的时候 这个导师就不能置一词 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指导教授 在英国的学制当中 指导教授是非常崇高而重要的 因为英国的学术 一点也都不马虎 直到我看到了蔡英文的这个过程 我才觉得英国的学制怎么会这样呢 但事实上这是例外 不要因为有蔡同学 有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一帮子这些人 你就怀疑了英国学术的地位跟神圣性 没有 他们仍然非常非常的严谨 像这样的少数的例外 那么竟然出现了一本论文的作者 有双作者 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大笑话 好 接下来2019年就民国108年的7月10号 那个时候台湾对于蔡英文的论文呢 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做的网路直播节目 同时线上观看的人 时不时会破2万人 这在台湾的网路政论节目中 似乎很难被打破 因为我们当时只谈一个话题 不是说像今天的网路政论节目 找好几个来宾谈很多的话题 当时我们就是我单口相声 只追一个议题 可以同时有2万人观看 可见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题目 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兴趣 那你会说现在为什么叠到这个 可能就是两千三千两千多人 答案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不是大家没兴趣 而是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了 那这就假的嘛 对不对 那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 我在台大的一群同学的时候 在SARS完了之后 很多人就回到台湾来 那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聚会 应该是说SARS的末期啦 包括从上海啊 从北京回来的 从国外回来 我们刚好就 因为可能大家闷了一段时间 就在台湾聚集了 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 那就回应 因为我是我们那一届的 台湾大学毕业30周年的 我们有一个委员会吧 我是那个 我们那一届的总召集人 所以我们就先这个聊聊 大家都说 我们觉得你真无聊 我还想这个人是不是鹰粉 他说我们都知道 蔡英文这博士是假的嘛 他说这种东西 你也可以讲个两年三年 不累啊 他说还有人不知道吗 我说不知道的人还挺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的 在这五年都跟跳针一样 不断的在讲不断的在讲 因为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记得上个礼拜的论文门开箱 何慧荣他跟我说他去大学演讲 就提到论文门开箱这个节目 他说他发现在大学现在的大学生 真的还不清楚这件事情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台大的前教授 前所长 因为揭发了蔡英文的贾博士学位 竟然被起诉 被通弃 还被没收护照 成为无国籍的人囚 大学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觉得不可能吧 台湾社会怎么发生这种事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细节呢 他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说 蔡英文透过主流媒体封锁了这个新闻 确实达到了她的效果 不过没有关系 我不在乎澎湃的江河 我要的是这个捐滴的细流 就是说也许我们今天来个宇宙大爆炸 可能会觉得很过瘾 媒体铺天盖地 可是我们就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追下去 才能够让这个犯罪集团无所遁形 然后他们这个是寝食难安 我相信蔡同学 他这个五年当中日子已经过得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跟你保证 他接下来会更差 因为这件事情呢 在世界各地是会一个一个被揭穿 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躲了 因为全世界的学术界的这个量体是很大的 没有人可以去承载这样子一个跨国的 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学术丑闻 而不去揭穿它 这是盖不住的啊 不管怎么样都是盖不住的 好 到了2019年民国108年的7月10号 最可笑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因为那时候选举的压力 蔡英文不得不 就跑到了年轻人的社团啊 有一个网络社团 这个社团的负责人 呃 简秦佑啊 以前是我在台大的学生 他到了过 他当时成立Dcar的时候 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聊了很多 几次呢我们都在讨论了一些相关的细节 后来他就把这个Dcar做得很好 那这个单位呢 就是这是一个网络社的 呃 就是一个网站 就是一个网络的社群 蔡英文呢 就拿着他的毕业证书 在那里快闪了一下 那当场的年轻人呢 哦 就被他唬住了 大家就一阵的这个惊呼声啊 好这一段呢 我们再来看一遍 然后大家要注意哦 看这段的时候要注意看 看看那张晃来晃去的 这个毕业证书上面 有没有任何的影子 可以显示 蔡英文的毕业证书有任何的编号啦 或者是有什么字的透影 大家仔细的看 好这张是蔡英文所谓的2015年补发的毕业证书 那么如果她2015年的补发毕业证书真的在她那里 那怎么会有后面补发的毕业证书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不是违反伦敦政经学院的论文这个证书的补发规定吗 还有 刚才快闪了20秒的这个论文的毕业证书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毕业证书上面没有编号 因为她知道这个她不知道毕业证书有编号 所以我们当时一直说她没吃过猪肉也没看过猪走路 同时还不知道这个西游记里面有个猪八戒 也没照过镜子 她就犯了这么一个非常大而非常低级的错误 直到我们在节目中在脸书上面揭穿她之后 这下她把她的这个毕业证书的编号给她放上去了 在法庭当中亮出来还不准我们看不准摸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前后一对照就知道了 再者这个编号不是你说几号就有几号的 因为这个编号是一个挨着一个的 这个论文的编号啊 早就已经在图书馆当中被我们起出来了 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编号每一个年份我们都拿到了 但里面就是没有蔡英文的 所以你要挤进去你挤不进去了 因为每个编号都有一个人 你怎么搞一个632.5吧 所以我说蔡英文你的破洞 这个破绽呢 是多到你怎么补都补不下去 那到了7月10号 跑到Dcar去弄了这么一下 骗一骗年轻人 最后得到了817万票 但这817万票呢 是不是也是骗的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这个谎言在后面是一个一个一个被拆穿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要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那个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要常常的牢记在心 就是路加福音8章17节 隐藏的事 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祝大家平安喜乐 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